前立委郭正亮有說 當然在明天侯友宜要跟台大學生有座談 他說這個就是期中考 絕對不能夠滑膠 因為之前呢跟政大學生座談 有點答非所問 問A他答B 這個影片呢被大家做了 這個在網路上流傳很多 好那我想問一下立將軍 你怎麼樣看這個民調數字 另外有關於這個民進黨的部分 前立委郭正亮他有分析 他說賴清德其實現在有三大致命傷 第一個他對網路操作很不熟悉 成立了這個臉書粉絲專頁 但是按讚的人數如果跟蔡英文相比的話 少之又少 好另外一個部分是決策圈很小 還有第三大的致命傷是情報系統不佳 所以呢才會接連做出誤判 我想問一下立將軍的看法 其實侯友宜雖然說現在 只有二十三來講的話 比當年韓國瑜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已經要高很多了 所以吳子佳講的沒錯嘛 就是不要怕時間還有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一直不願意講他那個 其實韓國瑜選市長的時候 是我們在旁邊幫他的 那個時候韓國瑜委屈到什麼程度 沒有人理他 包括國民黨黨空都不理他 其實他那個辦公室都是我們這些 推伍軍人去幫他整修的 我問你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我問一件事你看有沒有人答得出來 可能沒有人答得出來 韓國瑜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主任委員是誰 近平你知道嗎 沒聽過 他沒有主任委員 我跟你講他主任委員叫梅在心 就是黨部的主委啊 對 不是 就是進選主委 梅在心 他只去一個禮拜就不來了 因為他認為你當選不了 我在那邊浪費我時間 連他的競選主委都不去 對不對 那後來就是靠 我們這幾個退伍軍人 因為他是我們黃埔軍就要畢業了嘛 大概我們就幾個去幫他 然後在旁邊 所以後來就突然大概過了幾個月 時來運轉 時間到了以後 他就突然 甚至突然起來了 結果我分析以後我發現 韓國瑜熟讀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有一句話講 什麼呢 就是這個要 兵士就是要以政和 以旗盛 對不對 要出旗兵 政無治兵語錄也講 對不對 若有政無旗 你只有有政 你沒有旗 你遇選則主 對不對 如果說你只有旗 沒有政 那四級 這個疑附就會倒掉 那你看看韓國瑜那時候 我現在講這幾句話 大家去思考一下 雖然說你不要覺得我老古板 韓國瑜當初是不是騎兵出勝 他從沒有人理他 到能夠在高雄市場能夠 能夠出旗 自勝 然後形成一種風潮 然後成熙漫還輸了那麼多 高雄市沒有一個 那麼綠悠悠的地方 沒有一個國民黨藍營的立法委員 他居然可以一打八 能夠獲勝 他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他能夠講一些話 能夠吸引人 對不對 雖然我們要把它當笑話看 可是他確實是有達到他的效果 那不管是愛情摩天輪 對不對 太平島挖石油 或者是這些話 可能大家會當笑話看 可是他就是會形成一種 這個媒體報章報導的一個資料 那無形之中就造成他的知名度 最後他喊出一句口號 我覺得簡單易顯明懂 而且很有用 叫做高雄發大財 對不對 打動民心 那我是 那時候我在高雄 我高雄選民 所以我很清楚整個過程是這樣 我覺得侯友宜 你現在要 就是出旗自勝 你不要再那種規規矩矩的打法 那種規規矩矩的選戰 你這樣的話沒辦法 你的旗兵是誰呢 就是韓國瑜 對不對 你就要想辦法 就像韓近平 近平剛剛所講的一樣 你要想辦法出旗自勝 去出旗 對不對 夜襲一下韓國瑜 然後讓他跑不掉 然後這樣在這種狀況之下 所以說我覺得吳子佳講得不錯 對不對 時間還有 還有八個月 那時候我記得韓國瑜 從默默無門 到沒有人看好他 到突然能夠 能夠聲勢大漲 大概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選舉很難講 這隨時隨地 誰能夠再走也能夠復周 這個民意的調查 真的是只能當作參考 那關鍵在韓國瑜 我覺得現在另外一個 第二個我給他一個建議 就是你要想辦法 向深南這邊來靠攏 因為中間的現在很明顯 你看這個民調分析的結果 中間的選民 幾乎都被柯文哲拿走了 對不對 然後綠的選民 大概選票 大概是賴清德拿走了 那你現在如果說 還要再去柯文哲 去搶中間選票的話 那可能的這個 能夠搶到的份額有多少 這很難講 但是很明顯 你現在看到 就是你把藍的選票搞丟了 你現在要不要回頭去 顧藍的選票 顧你的基本盤 我覺得這個最重要 先把基本盤顧好 這個攘外必先安內 對不對 先把內部的那個講好 不管是兩岸的共識 對不對 兩岸之間的處理方式 或者經濟的議題 你把這個問題先做一個處理 做一個說明 然後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邊 就是被民進黨所丟出來議題 所干擾 所以我覺得郭正亮講得沒錯 就是在台大這場演講很重要 你現在演講稿 你怎麼出席自勝 講一些能夠打動人心 可以掀起議題大家討論的話題來講 我覺得非常重要 不要是光想到我要去爭取年輕人選票 而是你這個議題 你不但光年輕人 我怎麼樣讓藍的願意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柯文哲現在 不 這個侯友宜現在 必須要思考的一個方向 這個部分我想請教一下 嚴老師幫我們來做分析 你怎麼樣看民調數字 侯友宜現在是老三固化了嗎 我們看大部分的 就是總統選舉的國家 現在特別是在第三世界 很多都是兩輪 包括法國總統都是兩輪 所以這個如果是Sakato的話 到最後反正還是會有第二輪的歸隊 因為大概這個情況 就是不會有人過半 那要選第二輪 美國是沒有的 所以美國我們看美國的例子 當然美國的第三黨候選人 是很難挑戰的 就是共和黨民主黨 可是1992年老布希 要競選年任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商人 就是佩洛 那他出來選 他你知道商人通常跟共和黨比較接近 所以當初他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覺得耳目一新 而且那時候美國經濟不好 就是雖然這個老布希總統覺得說 他帶領美國走出了 就是維持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冷戰結束 蘇聯解體 有這樣的一個外交上面很大的成就 可是經濟不好 那克林頓那時候講了一句 笨蛋問題在經濟 結果克林頓贏 他是多少百分之比的 44% 因為這位裴洛拿了接近20%的選票 所以這樣子這個三分天下 你說共和黨要把他票集中過來 到最後就是集中不到老布希 老布希只拿了36%左右 不到40%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克林頓贏了 這是美國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是當你沒有兩輪選舉的時候 如果第三個實力很強的時候 你沒辦法把它棄掉的 就會出現民主黨那個時候 克林頓大家都覺得說這小子很滑 很油條 並不是很認真的 就他贏了 那這是美國的例子 那我自己是做非洲研究 非洲我們前邦交國 這個甘比亞 大家在台灣可能有聽過這個總統 叫賈梅 這個馬英九總統去訪問 他的時候還跟他一起做伏地挺身的 這個總統應該是已經1994年 軍事正面上台選 那好幾次都贏 可是上一次他有一次就沒有贏 為什麼 因為反對黨全部集合起來了 共同支持一個候選人 那甘比亞又是少數 沒有二輪選舉的